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,大国起手现在已经就剩中美俄三国了,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,不是盟友胜似盟友,共同的对手是美国,美国必须把中俄都打趴下才能维系世界霸权,所以不停挑衅试图打击中俄两国,这就是中美俄三国的常态。 但这种格局看起来难以维持很久了,中美俄三国博弈到当前这个状态,其实已经是拳拳倒肉,招招挂采,几乎每时每刻都要看谁的拳头更硬,要看谁更能扛。 前些天是美俄在对拳,刚刚中美又对了两拳,一是中美在贸易上对了一拳,美国时间1月19日,拜登在发布会上表示,他还没有准备好取消他前任加征的关税。 有记者在同一天的商务部记者会上问发言人,发言人数决停回答,中方始终认为,取消加征关税有利于中国,有利于美国,有利于世界,特别是在当前通胀形势下,取消加征关税符合中美两国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,有利于世界经济恢复。 拜登上面那句话的意思是什么?在我看来有两个内涵,一是中美贸易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,双方依然维系僵局状态,为啥一直没有取得进展? 中国要求大家一起取消关税,双方要对等,而美国的意图则更加复杂,他希望中国给美国降低关税付出一些好处,求着美国降低关税。 很显然现在美国根本没有与中国谈条件的资格,中国根本不吃美国那一套,所以双方的贸易谈判一直僵局,未能取得进展。 二是拜登还没想好是否不设门,看直接降低关税。 为啥没想好?一则心有不甘,二则不愿担责。 拜登一直想把特朗普干的这件事,放成一张牌来打。 如果中国给美国一些好处,他对内可以说通胀是特朗普造成的,而他则在中国这里得到了好处。 然而现在美国实力已经不行,他并没有能力让中国屈服。 因此拜登非常纠结。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,中美这就是拼实力。 你美国不是不愿意取消关税吗? 那你就挺着好了。 看谁挺得过谁。 商务部发言人直接置地有声地发话。 这是有利于中美两国和全世界的事。 你美国政府面对这种情况还不醒悟。 那你资深通胀能怪中国吗? 商务部发言人也直接指出,你美国通胀压力那么大,你还不取消关税。 你干的事情根本不符合美国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。 你要坚持那么干,那就坚持好了。 中国愿意奉陪。 从中国的态度上可以看出,对于美国不降关税根本没什么好级的。 因为中国没通胀,中国2021年CPI只有0.9%。 2021年12月,CPI也只有1.5%。 而美国2012年12月,CPI则高达7%。 创40年新高。 现在关税让谁更难受?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吗? 所以中国有足够的空间让拜登想明白。 中国一点都不着急。 中美对的这一拳可谓是美国完败。 美国一直不让步继续挺着吗? 现实恐怕会很打脸。 美国通胀的压力太大了。 如果美国真的不让步呢? 那就不让步好了。 中国企业早都习惯了。 把价格加上去即可。 反正美国自己也没有足够多的生产能力。 所以按照正常的逻辑,美国必须得下调关税。 它没有第二个选择。 而且实际上美国早就该做出决策。 然而如果美国真的不取消强加给中国的关税呢? 那就不取消好了。 美国继续通胀。 实在忍不住就加息吗? 反正中国是不会承认美国任何有条件降关税的。 与中国对的这一拳。 中美那是谁痛谁知道。 二是中美在南海对权。 中美贸易谈判一直在进行。 美国总想从中国身上开有。 中国是寸步不让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。 美国当然又开始玩硬的了。 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智库发布的消息称。 1月11日上午。 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。 金巴拉巴克海峡进入南海活动。 除了这一艘航母外。 印外美军在西太平洋还部署林肯号航母。 和停靠在日本横须赫德里根号航母。 这意味着美国在中国周边海域。 同时部署了三艘核动力航母。 这也就是说美国战备值班的航母基本都在亚太地区。 美国的目的一目了然。 就是要遏制打压中国。 不要认为美国在亚太部署这么多航母与经济无关。 恰恰相反。 非常密切相关。 在RSP监署后。 美国接下来破坏RSP的稳定关系的力度会增强。 而且考虑要美国想从贸易谈判中获得更多好处。 它就会更加积极地推动在南海、台海挑衅中国。 以图让中国政府给美国让渡经济利益。 刚刚美国军舰就又在南海挑逝了。 根据国防部发布的消息。 1月20日美军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, 非法闯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、内水。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。 对美舰进行跟踪监视,命于警告驱离。 中国军队对美方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。 国防部态度很明确。 美方行径根本就不是其宣称的航行自由。 而是侵犯中国主权,危害南海和平稳定的严重挑衅。 其性质十分恶劣。 坦率说中国的口气已经非常不好了。 同时措施上也对美国更加强硬。 只是现在中美还没到军事撕破脸的地步。 美国闯中国南海岛礁领海是打擦边球测试。 中国则一边采取强硬措施练兵。 一边在舆论和政治上给美国反击。 国防部最后说, 我们要求美方认清形势停止挑衅。 中国领海不如美国军舰横行霸道。 中国军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。 应对一切威胁挑衅。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、安全。 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。 国防部这段话意味着, 美国继续如此挑衅会越来越危险。 一旦时机合适或美国做得太过了。 中国将会迎头痛击。 到那时下不来台的恐怕就是美国了。 中国现在所做的一切, 都是在为未来突然出拳做政治准备。 中美在南海对这一拳。 表面上是美国又成功耍了一次流氓。 但实质上则是中国又和美军较量了一次。 又让全世界知道了这个世界上。 还有另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, 与美国基本相当。 这种长期持续的影响。 最终会变成对美国全球霸权的分解力。 短时间虽然看不出来。 但随着时间推移。 谁是这个地区主导的身份大家会逐渐明白。 所以中美在军事上对的这一拳。 因为是美国军舰侵入中国领海。 看似美国其实上占了点便宜。 美军可以在南海中国岛礁附近愿意航行。 实质上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。 美国顶多也只能对中国这样挑衅。 其他美国并不能对中国干什么。 更重要的是中国也不会听美国的。 美国也不能把中国怎么样。 贸易战也是美国自己主动要求霸占而非中国。 当这种格局再持续一阵。 美国对中国必然越来越前驴技穷。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。 当中国GDP超越美国后。 全世界面对中美的心态都会发生根本性改变。 接下来相信中美还要在不少领域对权、拼力。 但谁的后劲大才是真的大。 在美国的劣势端随着时间退移。 美国会越来越劣势。 在美国的优势端随着时间推移。 美国也同样会越来越劣势。 时间在中国这边。 如果美国一直如此敌视中国。 未来越来越难受的一定是美国。 就像现在。 中国低通胀而美国高通胀。 这难道不是美国的错误。 对华策略所致。 科税桥不要再睡了。 赶紧醒醒吧。 再不醒就赶不上中国的二路汽车了。 这还会好的第一道改变。 对华策略。 坚派都崍方面无法摘。 感谢观看